有紀念 terug 洋平山國家公園 海拔從200公尺到1,120公尺 地形複雜 植費多樣化 在園區內已記入到180種各式各樣蝴蝶 例如鳳蝶、斑蝶 夾蝶、小灰蝶等 台灣蝴蝶種類約有400種 将近半数都可以在雅明山国家公园内看到 人区内的蝴蝶以夹蝶科的种类及数量最多 像青斑蝶、紫斑蝶、夹蝶、蛇木蝶等 在5至6月间是青斑蝶大发生的季节 据估计数量曾高达10万只以上 其中与大屯山数量最多 6月在大屯山是岛田市泽兰盛开的季节 岛田市泽兰是青斑蝶最爱的蜜蝶植物 它含有合成雄性青斑蝶废洛蒙的植物碱成分 因此吸引成千上万的青斑蝶来吸食 在大屯山车道 常可见到大量的青斑蝶出现 近年来研究蝴蝶的学者利用标放研究发现 青斑蝶会北飞至日本 而日本的青斑蝶也会南飞至台湾等地 这是一个斑蝶可以长距离移动的证据 在二子坪的步道上 也常可以发现隐藏在树枝树上的枯叶叶 枯叶叶本身就像一片枯叶 是非常成功的领态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于每年的五至七月 办理阳明山蝴蝶祭系列活动 透过蝴蝶生态特展及户外赏蝶解说 让参与民众对阳明山的蝴蝶生态有基本的认识 希望民众在赏蝶之宜 也能有深度的体验与收获 春末夏初的阳明山 是蝴蝶开始出现的季节 走在阳明山的步道上 你可以发现许多的蝴蝶 阳明山国家公园 欢迎你一起到山上欣赏美丽的彩蝶